上一次喔 有一次那個電線勾到的時候 掉下來啊 車子 車子掉下 火花 火花的時候 是不是後面的車子又來 又危險 我們這邊喔 電線裡面都是在地下 只有這一段人最多 居民最多 小朋友 老人最多 所以啦 電線掉下來 怕危險 就是擔心大風大雨一來 就把電纜吹下來 地方居民長期以來訴求電纜地下化 市議員蘇財發邀請相關單位前來勘察 解決問題 那邊都沒有人 竟然電線下地 這邊人最多的 竟然電線沒有下地 講解不合理 所以我是說 像這種事況問題 這裡要好好想一下 你說經費不夠 你可以把醫療管線留出來 那麼現在今天老百姓這麼多 就是這麼講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今天老百姓的陳情 那麼我就請相關單位來 看一下 台階方面表示願意規劃 但前提是要區公所方面 釐清土地問題 才能有下一步的動作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